我不嫉妒 我唯一嫉妒一下年轻而已 没有什么其他方面 没有什么优点可以超过我的 个子也没有我高 现在 就除了打球比我大得好又怎样 跳舞比我节奏好又怎样 悠悠这样的一个爹 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体验 他永远在竞争当中成长 压力多大呀 你说外界压力就够大的 回家还有这么一个 自命不凡的爹 哎呦我的奶奶哦 悠悠 别挺啊 你挺好的 多年来 陈坤一直对于私生活保持低调 儿子的生母一直成为了外界猜测的焦点 然而 这一次的曝光可能会让人们重新审视 陈坤儿子的亲生母亲的身份 保姆作为家庭成员之一 与孩子的亲密接触不可避免 而这或许解释了为何 儿子与保姆之间的关系如此亲密 这一消息的曝光引发了热议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种种细节 一些网友纷纷指出 在过去的一些照片和现场情况中 陈坤儿子与保姆之间的互动确实较为亲密 而这位保姆的身份是否同时是孩子的生母 将成为娱乐圈最大的谜团之一 然而 这个猜测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一部分人认为这只是无稽之谈 认为陈坤不会将私生活和职业生活混淆 他们认为这只是炒作或是别有用心者的谣言 然而 也有另一部分人表示 保姆和雇主之间的感情或许可以超越职业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在陪伴和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无论最终真相如何 陈坤作为娱乐圈的实力派演员 他一直以来都将个人事务与工作严格分开的 不过陈坤一直都没有结婚 甚至连练暗事都寥寥无几 更没有传出过什么绯闻 花边 但是他却有一个儿子 让很多人猜测 到底哪个女人那么的幸运 因为当年周迅与陈坤被视作荧幕情侣 所以大家理所当然的就把周迅列为生母候选人 陈坤与周迅因合作一部剧认识 当时的陈坤是刚刚毕业的矛头小孩 在与前辈对戏时 难免紧张地不知所措 也不知道如何将一个角色演好 周迅知道后 丝毫没有摆起前辈的架子 而是很耐心地安慰他 让他放轻松 同时也告诉他演戏的技巧 渐渐地 陈坤在演戏时也越来越放松 后来 两人先后参演了多部剧 剧中两人都是扮演情侣 另外 周迅还将陈坤介绍给其导演 给予他最温暖的帮助 两人随着合作越来越频繁 关系也越来越好 陈坤有孩子时 纷纷猜测孩子的亲生母亲应该是周迅 因为他们俩来往得很频繁 但 这样的猜测弄不好 很容易让一个女明星退出演艺圈 很多明星在遇到这种情况下都是赶忙成亲 不过 周迅却偏偏相反 他的性格大大咧咧 为人豪爽 在自己婚礼上毫不避讳地说 陈坤的儿子 也是我的儿子 这份坦荡也成功打消了网友们 媒体的猜测 也知晓了周迅并不是孩子的生母 关于陈坤儿子的母亲是众说纷纭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到底是谁 也越来越多人觉得 没准还真的有可能是因为陈坤母亲想抱孙子 但是陈坤还没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女 不愿将就 所以先生的孩子 让母亲安心 自己是一定要找到最爱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 希望陈坤找到自己对的人 而他这样生活 真的很让大家羡慕 我对我的儿子诱导的时候是非常的小心翼翼 因为他特别年轻 我绝不会说你走完了你会有什么结果 不 我说这只是一个过程 我觉得不管是学堂的课程 还有人的成长 就好像我现在是为人父的人 我最基本的也会教给我的孩子 每个小朋友都应该学到的规矩 同时呢 也因为他的特质 对他的观察 他的品性 他的热爱 帮他去出谋划策